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已經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有很多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可以在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你們又來到 《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是不是聲音有點不同了 沒錯 我就是你們的新的節目主持人 Enya 多多指教 上一集其實很感謝元醫生 講解了很多關於自然療法的 或者關於排毒 如何幫助 可以令身體健康一點 接下來 今集也會再講多些關於自然療法的詳情 我們很感謝元醫生 你做我們這次的嘉賓 歡迎你元醫生 上星期元醫生有提及到自然療法 究竟有什麼原則 哲理 或者態度 如何看待這件事情 今集很有興趣想知道 除了有病醫病 沒有病 就可能保健 或者令身體更加健康的時候 但有什麼要素 有什麼條件 才可以令到我們的身體 會更加健康呢 元醫生 其實很多人 當他健康 上出現問題的時候 他都會去看醫生 做一些治療的工作 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會說 有什麼大效藥 可以趕快搞定我 其實真正正 令我們健康 可以說有八大要素 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的食物 我們的身體是靠食物的 食物進入我們身體 是將我們 製造我們身體的主要組織 細胞 所有的功能 基本上是靠我們的食物 所以很明顯 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在醫學之父 希波格拉底 在公元前 四百年前都說 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就算在中醫的醫療 我們都認為醫食同餘 所以健康 治病也好 首先是我們的食物 我們要求食物 起碼要完整的食物 有機的食物 合乎地域 合乎季節的食物 這種食物 應該是最能夠 製造我們健康 除了食物之外 我們都知道我們需要空氣 所以我們很強調 如果一個污染的環境 可以製造很多呼吸系統的慢性病 當然養份差也導致癌症的主要原因 所以空氣的質素是很重要的 我盡量盡量 希望我們社會方面 環境方面 做多些事情 否則我們家居 家居裡面 都希望可以做些事情 將空氣 過濾器 去隔一隔 空氣之外 就是我們的運動 運動 我們身體始終 設計上是要動動的 如果我們經常坐著 在電視機面前 在電腦方面 經常坐著不做運動 很明顯會影響我們的整體 身體的功能 亦都會影響我們的身體的姿態 你看看健康的人的姿勢 你要看到感覺 健康的形態 身形 和一個病患的身形 是很明顯的 真的有樣子看 是的 所以運動是一個很重要的 當然 運動的方法也傳說很多 也很多是未必對的 很多人會說運動方面 起碼有幾大類 一個就是所謂大洋運動 聽過 也有些是要製造身體肌肉的運動 我們叫做anaerobic 也有一種flexibility 柔軟方面 其實這幾方面的運動 其實是很重要的 最近開始在運動方面 有些很有趣的突破 我們通常運動 有些人喜歡去跑步 做健身 他做得很辛苦 最近新的研究發現 其實真正正正有效的運動 其實不需要時間很長 可以說是八分鐘就夠了 要優質就可以了 他有一種特別的方法 用八分鐘的時間 不需要太長 其實主要是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裏面 你會把身體推到盡 可能三十秒鐘 你踩單車 踩單車 踩到你的心跳 提升了很多 然後三十秒鐘之後 你慢慢又鬆下來 可能慢慢踩十幾秒鐘 然後又加速去踩三十秒鐘 令到你的心跳 增加得很快 如是者 你做它大概八個系列就夠了 所以說 這是一個最新的資料 我相信 一般的課本書 都未曾講過 未學得到這些東西 反而 你需要多 一個星期做三次 就已經取得了效益 最有效 你再做多些 其實都沒有什麼用 瘦身、瘦身、瘦身 不需要 一天花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跑一下 好像被鬼追 這個其實對身體不好 對身體來說很大壓力 任何關節都不好 好 當然 除了運動之外 我們都要休息 大家都知道 睡眠的質素很重要 尤其嬸仔 如果嬸仔睡眠不足 是很影響他的成長 因為在睡眠的時間 我們身體的荷爾蒙 所以我們的生長荷爾蒙 才開始發揮出來 如果嬸仔睡得不好 他整個成長 成長的過程 會有很大影響 亦都發現 如果睡眠差的人 身體的讀書能力 都會有很大影響 對 我相信成年 都是這個感覺 如果是遲一晚 玩到很晚 很多人都是這樣 現在 起床之後 不行了 想不到東西了 用咖啡來刺激一下 那麼多 當然這個場衣來說 一定是有問題的 所以 休息是很重要的 休息不夠 睡眠不足 人很容易產生意外 很多工業意外 所以為什麼 我們叫做Night Shift 半夜 夜間的工作 是屬於工藝 因為睡眠不足 其實什麼病 作為一個自然療法醫生 我們醫病 第一件事 就要處理病人睡眠的質素 如果睡眠不好 其實你做什麼都沒有用 你叫他吃什麼好的東西 喝什麼乾淨的水 怎麼做呼吸 其實都不行 所以睡眠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在睡眠的過程裡 身體是真正的調理自己的 你也知道 如果有些人 最容易可以 虐待一個囚犯 就不讓他睡覺 他的精神會崩潰 他會發瘋 所以睡眠是一個很重要的 當然有很多天然的工具 如果真的有問題 我們就不需要吃花紅的藥 簡單來講 我們可以 譬如你發現自己睡得不太好 我們可以浸一些 叫做Nutual Bath Nutual Bath 意思是 你浸在水裡 水溫是93度 你感覺上 你不覺得水是冷 也不覺得水是熱的 只不過93度 是你的皮膚溫度 所以在感覺上 你覺得是 你浸到一些東西 沒有溫度 跟你的體溫一樣 這種Nutual Bath 在很多地方 譬如有些精神病院 有時都用這個手法 把那些情緒激黃的病者 放鬆 讓他放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如果香港人 如果家裡有浴缸 千萬不要太方便 拆掉它 因為發現很多香港人 很多時候 把浴缸拆掉它 可以洗澡 然後浴缸 浴缸不乾淨 但浴缸是一個很好的治療工具 可以用水力治療 可以利用浴缸 可以用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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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睡眠是很重要的 當然 那什麼時間 睡覺最好呢 當然 早睡早起 比遲睡遲起 例如大家同樣 8個小時的睡眠 如果你是能夠10點鐘上床 睡 6點鐘起床 睡眠的質素 比12點鐘上床 睡 8點鐘起床 總之 健康的關鍵 睡眠 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好 剛才我們都講講 空氣 當然水 我知道水的污染很厲害 最近看了一些新的資料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 看到一個問題 鳥化陰謀論好也不要緊 總之現在發現水裡有很多雜質 其中有一種雜質 是令到男性的精子會降低 有些叫做 Anti-Androgenic 那些物質出現 食水裡的污染 可以說是導致現在的人的生育 受孕染的程度越來減低 有種陰謀論說法 其實已經有些政府 在暗中 將食水裡加了一些物質 直至控制全球的人類 但是看到的事實上 現在是這樣的 在自然界裡面 很多動物已經生了出來 性器官已經變了 有些動物 有雙性器官走出來 有些甲蠟 在英國很多這方面的研究 發現很多問題 有7%的甲蠟 出生的時候 高院是不下降的 現在在英國 最近有幾個國家 已經調查發現 現在女性比男性多 兩個女性一個男性 男性的嬰兒 越來越少 其實這些都是因為 我們水質環境裡面 很多這些破壞 身體的荷爾蒙的物質 越來越多 水質當然是很重要 一般人家裡 會買很多不同的過濾器 水質過濾器 除了我喝的水 要過濾 要用一些好質素的過濾器 來處理 我們洗澡的時候 我們接觸那些水 例如綠氣 在空氣裡面 花灑裡面 我們吸入的濾器 是兩倍我們飲水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的水質的處理 不單止是我們飲水 那裡處理 其實我們洗澡那裡 洗臉那裡 其實都要好一點處理 所以我們看到 有一系列的書 是Dr. Badmangeli 是一位伊朗的醫生 他在英國醫學院畢業 因為他是貴族醫生 曾經在伊朗革命的時候 把那些貴族醫生 全部混在牢 差不多可以處死他們 這個醫生 有一次很無意之間 要處理那些牢犯 其中一個牢犯 是有這些遺潰藥 痛得很厲害 什麼大孝藥都搞不定 就是處理不到 結果他記得 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他那位教授曾經建議過 處理這些遺潰藥 可以用飲水的方法 於是他就叫囚犯 即是他試過殺西醫的大孝藥 都沒什麼效果 結果他就喝滾水 連喝三大杯滾水之後 一個小時之後 那個囚犯 那個遺痛 立即完全消失了 好像正常人一樣 這件事就觸發這位醫生 就開始在這方面研究了 醫學文獻那方面 很多物理生物物理方面 有講水和我們健康的關係 他最終做了很多這方面的研究 就把這些資料 執拾了之後 就寫了幾些醫學文獻 出版了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其實他的結論就說 其實我們文明人 很多的慢性病 包括胃滾羊 包括哮喘 老人癡癌症 關節炎這些 其實根源都是我們喝水不足的 所以這本書就教我們 什麼病都好 先去喝水 我們處理病人的胃滾羊的時候 都建議他們 多喝點熱水 有什麼事胃痛的時候 多喝點熱水 或者嬸嬸仔 哮喘上發作 呼吸又開始有些困難 我們都要求他們喝幾杯滾水 很簡單 是很簡單 其實我們發現 很多治療的工具 都是跟我們那個 自然界的工具 是很容易處理得到的 他本書基本說 百分之六十七十的 文明病是跟我們飲水不足有關 所以水是非常之非常之很重要的 當然我們都知道 我們壓力壓力這樣 壓力的某程度上 都是講我們的情緒方面 可以這樣說 如果我們要追尋 所有病的真正根源 可以說是壓力 當然情緒壓力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們叫情易結 在我們的醫療裡面 我處理過很多病人 很多病人的病 背後都有很多情易結的問題 可能以前經歷過的問題 其中包括癌症 在德國有一位癌症的專家醫生 他有一次 他自己患上高丸癌 他自己是一個很健康的醫生 他也很奇怪 為何會自己患上高丸癌呢 原來他有一個兒子 兩年之前 他的兒子在電單車以外過世 他開始想一下 會不會他兒子的離世 令到他情緒有很大的打擊 於是他開始找回他以前的病人 病歷檔案 然後追尋 發現很多很多癌症的病人 都經歷過這種情緒上的打擊 他很有趣 他接著就去 在病人的化驗片裡 譬如腦裡的 MRI、CT、磁力共振 他發現 他曾經可以看到 在那個情緒 有這些癌症的病人 往往在他的腦鏡片裡 他會查到有些瑕疵 有些跡象 即是說他的腦部有些變化 他最初都不遺疑 他說 會不會可能是菲林的問題 這些小小的變化 他就把這些片 寄回去那間儀器公司 他發現 這個不是儀器製造出來的瑕疵 根本上是真的看得到這樣 於是 他就開始用這個做基礎 很多癌症病人 他們是用情意結的方法來治療 他們 發現如果是情意結 醫好了 他們 這個腦袋的陰影 就會消失了 當然他也很開心 想給醫學界了解 但是發現 人家就當他是瘋子 不肯接受這個概念 這個原因很簡單 醫療的政治 是不希望有些很簡單 很快捷 不需要用那些很重的藥 醫好的方法 剛才說回Dr.Badmangeli 這位伊朗的西醫 他當時他早期 他都發現了這個 原來那個飲水不足 導致很多文明人病的原因 是想向醫學界 去公開給多些醫生知道 希望在這方面做些事情 敲鑽 不用只吃敲鑽藥 那些器官擴張藥 不用吃紋氣 類固醇這些 你可以用飲水方法 當然他不得要令 因為始終大家都要了解 我們人類的問題 那些毛病 其實是有很多很簡單的方法 那為什麼我們醫療破產呢 其實不是說我們沒有好方法 只不過 越多人病 那個越多錢賺 明白 所以根本有很多好方法 根本是出現了之後 他都不會去裁 那個情緒方面 一個很重要的 那當然呢 我們那個精神狀態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價值觀 就是你開心不開心 都是跟你那個人生的自己價值觀 很重要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導致我們患病 那當然最後呢 我們那個生態環境 就是我們在地球 我們在地球 跟我們的健康 是息息相關的 互動 如果我們的地球 是污染啊 水質污染啊 食物是沒有營養啊 泥體裡面沒有了 基本的元素 抗物鹽啊 我們吃什麼都不會健康的 那所以呢 我們那個生態環境呢 跟我們那個 整體健康呢 是一個很關鍵性的 那好了 那要健康呢 就不是藥物那裏沉走 是我剛才說過的那些 空氣啊 食物啊 空氣啊 水質啊 還有陽光 我還沒說陽光 最近很多研究發現呢 曬太陽呢 對我們的健康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過去有很多 錯誤的觀念呢 認為呢 曬太陽曬得多呢 會導致皮膚癌 那其實這方面的資料 已經被很多人 已經是 已經是 破解了 根本皮膚癌的環處呢 很多時候 不是太陽直接曬的地方 是很多時候呢 是隱蔽的地方 可能那個背部啊 可能那個大腿內側啊 腳板底啊 那根本是從來不見陽光的地方的 那也都有人把這些數據 再分析過呢 反而經常在做戶外工作的人呢 他們患癌症的機會呢 是少過呢 經常在辦公室裡面 很少見太陽啊 那些人的患皮膚癌是更高的 那所以 陽光 是我們大地的能源 的最終的來源 那也都我們生命的來源 那也都我們的健康的來源 那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呢 我們就不要太怕太曬太陽 我們多一點 遮陽光 那最近的 有很多研究發現呢 我們維他命D呢 大家都知道 維他命D 有基本的維他命 然後發現維他命D呢 對預防流感呢 是好過那些流感針的 維他命D呢 可以可以預防癌 也可以醫癌的 那所以這件事呢 現在開始很多人呢 就開始重視了 因為維他命D呢 是一種 是一種身體很重要的 荷爾蒙的製造物質 那這些是真正的 導致我們的人健不健康的 主要原因 嗯 明白 都聽了很多 但維先生 我想問一下 自然療法 其實怎樣去根據 每個人不同的體質呢 令到這個療法 是可以更加有成效呢 我們都 我們一開場都開始說 就是 西醫的醫病 很多時候 它是 我們叫做 一刀切 每個人都是這樣 用這種手法衣的 它很少會考慮 每個人的個別體質 是怎樣的 當然他們認為 是細菌致病 病毒致病 有病就幫你殺菌 但是在自然醫療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人患不患病呢 是好視乎 我們那個人的體質 以及我們叫做 susceptability 就是感染度 就是有些人 很簡單 如果在一個家庭裡面 很多時候 新孩子病了 很多傳染病 媽媽就是 切身來服侍她 她不會有病 所以你可以看到 也在醫院裡面 雖然醫院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但是始終很多醫務人員 經常接觸著 她又未必一定會 什麼病都有 當然她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這個是 我們叫做 在我們自然醫學裡面 叫做susceptability 即是如果你是有這種感染的趨向的時候 你就會感染到這種病 如果你是沒有這種感染的趨向 你根本是不會感染到這種病 給我一個簡單的例子 曾經是這個真實的例子 曾經有一次 有一個疫症 是橫掃一個死診裡面 當然死診裡面 很多居民都病到 但是死診裡面 有一個精神病院 有一個精神病院 她發現那些精神病的病人 是感染不到這種傳染病 這就是我們醫療自然醫療裡面的強調 就是精神病的人 他的病的感染 是精神病那方面 他肉體那方面 他不會感染到肉體的病 所以你看到 這是一個真實的案例 很有趣 如果你的病態 病惠是精神的狀態 你肉體病是感染到的 我們叫做實實的病 以及每個人的個別 那個體質問題 在自然醫療裡面 我們很考慮這件事 尤其是當我們用一種 同類療法 同類療法 很多時候 醫療層面 有時候是體質層面 有些人的體質 是很脆弱的 不可以熬的 也很軟 很滑的 我們有時候 用個別的療劑 針對這種體質 未必針對他的病 即他什麼病都好 我們不要緊 我們有時候 醫療的人的體質 病就會好 這種醫療 我相信在西醫的角度 是沒有這種考慮的 但在自然醫療裡面 中醫更加 行業、虛實等 醫療的體質 是很重要的 這就是自然醫療 和西醫是很不同的地方 有時候 我們當什麼病 我們患什麼病 我之前可能都提及一下 我們處理問題的病狀 我們一個文明人 很多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錯處 就是他不了解 當一個人患病的意義 就是 為什麼你會病起來 我們應該上次都有講 其實我們身體 與身俱來 在自然醫護 是認同 身體有一種 自己 醫治自己的能力 中醫就叫做氣 又叫合氣度 就是不同的形容詞 基本上都是解釋 我們身體是有一種 自己醫治自己的能力 當我們身體 是接觸到一些外流的刺激 的時候 我們會作出一連串的反應 簡單來說 吃錯東西 吃到骯髒東西 企圖第一件事 想吐出來 吐不及 就加點水 吐出來 你會看到 身體是知道有問題 會幫你處理它 所以 如果你遇到這些情況 我用一些手法 指吐、指吐 其實是對身體不利的 呼吸系統 受到刺激 你也會打刺 流鼻水 如果再不行的時候 就咳出來 這些都是我身體的一種方法 是把那些不好的東西 排出身體體外的 如果我們的手法 也不了解這個身體的智慧 反應 用那些指咳藥 指吐藥 消炎藥 發燒藥 就是全部同身體作罪 很多時候 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不了解這個概念 在處理急性病的手法錯誤 用這些壓制的手法 抑制病徵 往往身體的體質被破壞了 就成為了慢性病 現在很多人都是長期病患者 我可以告訴你 你研究病歷 全部都是長期用西醫 抑制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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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長期病患者 嗯 那其實 如果對於自然療法 那它的診斷 可不可以著墨多些少呢 醫生可不可以講解多些少呢 在我們的診所 我們有一個七頁子的問卷 通常呢 我們會問很多關於病人的整體的資料 當然呢 我們要問它的主數是什麼 是不是 它主要的問題在哪裏 那我也都要了解到 它那個病那個 即是何時出現 那還有呢 是怎樣影響它那個 那個身體 和日常生活 那我也都要了解它整體的 即是它人是否怕冬啊 怕熱啊 多不多汗的人啊 飲食方面有什麼特別喜好啊 即是中醫都由卓下 看完文文哲 其實問很多很多很多 這方面的治療 那麼都要知道它呢 它那個病歷 因為其實呢 大部分的診斷呢 是應該由病歷去拿到的 百分之八十的醫生 所需要的診斷資料呢 是可以用它的那個 問卷來的病歷去問到 那麼當然你那個 家裡的過去的背景啊 他所經歷 情緒上的創傷啊 那於 可以有成一個很詳盡的 七頁子的問卷 那麼那裏呢 我们就全面了解病人 企图找到患病的出发点 即激发他运动是哪一个时段 是他生命里哪个时段 跟着他对他的影响去到哪个程度 我们就会用一些天然的工具 来解这些结 譬如有很多结在这里 你不要去解这个结 你只是这个表面的症状 那个病是不会真正好 那个人不会真正健康 那一定要找到一个结 尤其是情义结 在我的经验里面 很多很多的慢性病 都有一个情义结 所以在我们的评估方面 不只是西医那里 就给他一个病名 当然病名是方便医生 跟医生和医生之间沟通 起码有些共通的资料 我们可以说出来 但是对处理病症方面 其实是不足的 我们不单要知道 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还要知道 为什么这件事出现 那由那个为什么 我才能够 是 就是 就是 开始设计一套方法 让病人慢慢地慢慢地 慢慢地 是真正健康起来的 多谢医生 其实我相信 听众会有很多问题 或者我自己都学了很多东西 不过现在让医生 休息一下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好了 我们休息完一会 又见面了 现在继续我们这个自然疗法与你的节目 医生啊 很多朋友 或者坊间 都有人想着自然疗法 很简单 滋滋燃燃 不分一下 吃一下就会好 或者咬一会就好了 是不是真的呢医生 很多人都有这种 臨头 可能他真的对这方面认识太少 实际上也是 大部分人类的病 所属于急性病 一般伤风感冒 肚泻 这些病 是我们叫做self limiting 他自己到辞多后 他会停顿 自己会好得回 这些病 其实呢 是真的的 你不用做很多事情 很简单来说 如果一个病人 如果有伤风 或者感冒 他去 譬如去加拿大 或者去美国看医生 通常医生 诊断了是一个伤风 或者感冒 都叫他回家休息 喝多点水 他不会给他任何药物 不会给他退消药物 但当然呢 如果你去中国的 现在的医疗制度之后呢 你去测进去之后呢 就立刻帮你掉针 抗产素 什么都来的 香港呢 都给你吃药 打针 这些这样的伤风感冒呢 其实没有弱烟 起码在西医方面呢 是没有西弱烟的 这些程度 因为你自己休息 不要多喝点水 不要乱吃东西 通常来说呢 一个星期都会好 平均来说 一个星期会彻底好 如果你身体好呢 两三天 如果身体真的不好 可能会持续 可能会多过一个星期 反而呢 如果你拿些药去按针 的时候呢 你很可能呢 当时的感觉到呢 好像流鼻水少了 烧禁了 那样 走去上班呢 但你会发现呢 你那个 真正要完全康复的时间 是拖长很多的 好了 那在我们的医疗 那个 那个 手法里面呢 我们最紧要呢 是 是用一些治疗呢 是刺激我们身体 或者自然界的 治疗 就是治疗那些 那些 那些 那 我曾经都 上一次都有 有讲及 就是我们自然医疗呢 是一个 叫做健康 和死亡 一个连续体 的 就是由你最健康 不同程度的健康 或者到你 变成一种 叫做RR健康 有些功能性的问题 变成有病理的问题 就是西医都可以说到 是什么病 到你死亡 一个连续体 那么在治疗里面呢 我尽量呢 是帮助病人 是拔走一些 就是 就是 导致他康复的障碍 是 那比如他 吃完 吃了很煎的东西 中医很流行 那这些东西 不应该吃 那就要停止他 或者他吃一些东西 是经常导致他很敏感的 例如呼吸系统的问题 经常中医炎 我发现很多小朋友呢 背后 为什么有这些病呢 是要记得敏感的 那个食物的敏感 我们通常叫做 戒掉那些 牛奶 乳酪 芝士 雪糕 这些东西 如果有些小朋友 经常濕疹 都是很多时候得敏感的 中医都会说 黑黑 不好吃 会出风烂 那我们这些叫做 健康的障碍 我一定要拔走 当然 从中医来说 很多人不断地 重复出现的病 跟他的饮食习惯 他的环境 他的生活习惯 是外来的因素 都有很大关系 那我要教病人 是怎样改良 他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那我知道 其实治疗是一个过程 不是一次过 做完就算 一次过可以搞定 那医生的工作 这个好像一个园丁 监护着环境 那些环境 那个田 各方面 你要知道 有些植物 你也知道 不可以太过物质 你要慢慢疏开它 除野草 制造一个环境 给一些水 让它有机会 自己成长 在自然医院 可以这样说 我们做是做这件事 很多时候 当你有病 尤其是慢性病 没有什么叫做快的治疗 有些人 当然很多人都喜欢快 做一针搞定 辣行健影 各人都做 但是我们身体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有时候 不可以强求 医生 做到这样的功效 因为如果做这些功效 往往都是一种抑制的方法 禁止了表证 禁止了消息 禁止了痕痕 或者风冷 给一些抗敏感 但是我知道 它会重复出现 几年 几个月 或者一两个星期 是不断重复的 所以 以前我解释 作为一个医疗消费者 要了解 最后最后要找回健康 医生 我见到坊间 其实一开始有些水疗中心 其实水疗疗法 是否自然疗法的其中一种 其实在西式的自然医疗 作为一个专业 历史都是在1900年代 19世纪 18世纪 前身是一种水疗 其中有一位很出名的神父 祂用了一种水疗的方法 很有趣 因为是一个神父 他就开始用这种天然的水 热水 冰水 冰 雪 医生了很多很多病 而且知道水是如何去摔 身体的不同的部外 他医生了很多很多病 他也有很多疗养 当时被当时的医学界控告他 说他无牌痕医 一般来说 天主教的教会 都不希望你去打什么官司 但在爸爸的犯案 他直接去打官司 结果他是打赢了 你知道我只不过用一些神给我们天年的工具 去医好病 和你的西医有什么关系 当然了 损害西医的利益 你不是用他的化学药 你不是用他的开刀的方法 你知道自然医疗 差不多历史上 是不断遭遇到这种打压 水疗是其中一种 是早期和自然医疗的其中一个很主要工具 是和水疗有关的 在我们的诊所 我用一种工具 是一位在美国第一代的自然疗法医生 Dr. O.G. Carroll Dr. O.G. Carroll 他研究世界上不同的水疗的手法 综合成一种叫做Constitution Hydro Therapy 叫做体质水疗 其实他过程是一个小时的 在我们的诊所 我们都用很多这些 用一些很冷很热的毛巾 敷胸背的部位 这部位是我们五臟六虎的部位 用冻热的毛巾交替来敷身体 就会令到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加速了 目的是淨化血液 即是加速的血液循环入我们五臟六虎 是令到我们的血液的质素是改善的 同时他用一些电疗的机 就刺激我们那个自律神经系统 和我们那个消化系统 他就用这个方法 差不多是百分之五十的疗效 就用这个体质水疗达得到 他就将Dr. O.G. Carroll 就传授了这个方法 给三个自然疗法医生 其中两位我都去探访过 我读书的时候 我们学了之后 我回到香港 然后我就回去美国探访他们 其中三位 其中一位已经退休了 是Dr. Bastille Dr. Bastille 当时已经退休了 现在有一间医学院 是以他为名的 还有两位 一位他已经过世了 他的女儿在 我又在他女儿那里跟了他几天 观察他用了什么方法 其实很简单 大部分病人都是用体质水疗的 个个都做的 就算你扭伤脚 或者头痛 即局部的问题 他都是用体质去推动的 接着他就看看你 有没有食物敏感 他有一种方法 是皮肤磨擦 接着把食物接近你的身体 你自己拿着 接着他就看看你 有没有影响你皮肤的静电 那方面 他用这种方法 是看看你 有没有食物敏感的 当时我也去接受这种检查 发现我对牛奶和糖 是不好的 如果我吃很多冰淇淋 会肚射 其实很多中文 亚洲人都会这样 对那个乳雷是容易敏感的 接着用一些清肠胃 他几个方 Dr. O.G. Carroll 他研究了大概十几多 这种方法 主要是清肠胃 因为始终健康 都是要靠你吸收营养 如果你的营养吸收不好 你做什么都树立不了 他就很着重 清洗食道 我们知道在香港 我会用碗昌水料 他用草药的方法 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是处理很多慢性的病 他们成功得很好 非常之好 这个就是体质水料 很特别 这个很特别 是的 很多人知道 一听说我们看水料 他一般想到 要不要浸浸浸浴池 例如Spa 用水 例如Wheelpool 好些气 来冲击你 这个只是一种工具 但我们说的 Constitutional Hydro Fairy 看水料 是不需要浸浸在大水池里面 是不需要浸浸去做 袁医生 我见到书局 都看过一本书 叫做Fit一世 Fit for Life 是否都是讲 关于自然疗法 这个治疗的方法 是的 那其实Fit一世 那本书讲的方法 在外国 在自然医疗里面 一个很大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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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主流的方法 自然医疗的方法 叫做Natural Hygene 那Natural Hygene 是很强调 我们是 医病是吃一些 清淡的 蔬菜 生鸡饮食 还有呢 是用断食的方法 用断食的方法 那Natural Hygene 在北美洲 和西方国家 都很盛行的 也有很多医生 包括西医 脊骨神经科医生 都是奉行这个工具 前一阵 在Fit一世 大家可能都记得 那他说 我们食物 吃东西 最好有少少程序 有少少安排的次序 能够消化得最快的 先吃 难消化的 就慢一点 通常 水果 就吃水果 蔬菜 因为它都很快 经过食度很快 接着就是 淀粉质的食物 菊蕾的食物 比较慢一点 可能要几多钟头 但是最慢的最慢的食物 就是什么呢 就是肉类的食物 他也都强调 食物 不要混合得太窄 因为我们身体 要消化菊蕾的食物 是需要减性的环境 在我们小肠的环境 消化肉类 是需要酸性的环境 我们肺的肺液 如果食物 又肉又饭混合在一起 身体 消化的负担会大了 明白 所以很强调食物 要分配 肉类和淀粉质 不要一起吃 对一些健康很好的人 当然不觉得什么分别 但是当你个人健康差的时候 你的身体 要尽量用最少的能量 吸收最好的营养 他就用这种叫做 Natural Hygiene 这本书 Feed for Life 基础是Natural Hygiene 好了 你知道吗 全世界 最有效是高血压的是什么方法 根治高血压的方法 西医食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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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 你不会认识任何人 吃西医食药 吃高血压会冒状 对不对 不会治得好 接着你吃高血压 接着男性就去水丸 就性无能 然后很多很多其他副作用出现了 当然 去水丸就令肝脏的负担很强 很多时候慢慢地 你的肝脏就衰竭了 这些全部都是指标不自本的方法 但是有一种方法 是有87%的治疗率 这个疗效是对高血压的 就是用Natural Hygiene Fasting 断食 用蒸馏水屁股 用什么呢 用蒸馏水屁股 用蒸馏水屁股 有两位医生 一位脊骨神经科医生 一位是西医 就是对抗性医疗的 他们两个都是 他的诊所 他的疗养中心 都是用Natural Hygiene 那些人来 他就帮他做断食的方法 吃一些心机饮食 把他清了个人的整体 他发现 用蒸馏水断食 用蒸馏水断食 对那些高血压的病人 有87%的根治率 很高 你不是吃了之后 当然 有些人说 要断食多久 要断食多久 有些是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甚至乎长一点 我们身体有足够的处备 那些病人 用这个方法 对我们所知 全世界没有任何高血压的方法 比这个 成功率是这么高的 包括草药 包括其他的水疗 都没有那么高的 那袁医生 其实呢 我也想了解多一点 其实 什么是断食呢 也比较少听到这种疗法 那断就是中断的断 就是中断食东西 中断食东西 是属于果汁的fasting 就是juice fast 那真正的断食呢 其实只是喝水 那才叫做断食 那就是中断 进食任何的东西 只是喝水 那这就叫做断食了 那中文叫做pickok 其实也有的 那我也听过 有些人呢 那个身体呢 他练到 他可以不需要吃东西 即是长期是不需要吃东西 打坐就可以了 他不只是打坐 他可以 日本我也看过 有些机构 就教人是不用吃东西的 长期不用吃东西 几个月不用吃东西 也有些人研究 跟进这些人 有没有骗人 有没有偷看给你吃东西 那发现呢 这个地球上 真的有些人可以这样做 那就是 他可以用阳光的能量 去吸收到 空气啊 那个环境 他可以吸收到 足够的能量 是维持他身体的 生理上的需要 有脆好像植物 到时我们 只要羊肝和水 那当然 对我们来说 食物是一种享受 对 不需要 不需要去到这样 那就是间歇性啊 为了健康啊 那么清一清的肠胃啊 那当然是非常有益的 那我也都看到了 在长寿的人里面呢 包括很多人呢 曾经是经历过是饥饿的 那其中的资料呢 就是说那个 在纳粹当时犹太的集中营里面呢 很多犹太人呢 当然很多人过了身 但是能够经历过 集中营的饥饿的生活呢 接着呢 仍然存活的人呢 结果很长寿 適应能力强了 他不是 很明显 当然 他可能体质好 是不是饿不死 但是呢 另外一个资料看到呢 因为我们做过很多 这方面的延长 如果我们要将那些 动物呢 延长寿命呢 譬如做老鼠的食物 老鼠的寿命 那如果一批老鼠呢 他吃多少给他多少 捕食都可以的 有一批老鼠呢 会让他吃七分饱半分饱 吃七分饱半分饱老鼠呢 那寿命呢 是远长过吃得大饮大食的 那也做了一个幽隐的研究 他将幽隐呢 就是 不让他吃东西 幽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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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幽隐呢 幽隐呢 幽隐呢 真的幽隐呢 那normal 之后呢 断食呢 是一种很简单 不花任何的时刻 的 的徹底治疗 很多慢性病 我刚才提供个例子 因为这个时间 比这个时间 会测试下 加将其��다 當然有多少醫生會說這件事給你聽 沒什麼了 即是它是最有效的 全世界最有效的醫高血壓 就是用蒸餾水斷食這個方法 自然健康是很著重用斷食 以及生機飲食的方法 袁醫生 其實聽你講關於食物 那其實營養或者吃什麼東西 或者不同血型的 是否有一種配合到它 可能A型就要吃不同類型的食物 O又有另外一種類型的 diet 去給它 其實是否這樣有這麼配對 市面上我們都很多種不同的 所謂 diet diet 的書 即是減肥 這些書值很多很多 包括有一位Dr. James D. Adamo 他是一個加拿大的治療法醫生 他的父親在多倫多有一個很大的診所 這本書是他的兒子James D. Adamo 將他父親以前的資料組合過他 就出了這本書 這本書基本上是說 你的不同血型應該傾向於吃不同的方法 這種分類其實是很多的 有些用Oxidation Oxidation Oxidation 那個typing 可以叫做metabolic typing 就是新陳代謝的typing 大家可能都 一般自己的日常的生活經驗 都遇到有些人 有些人是大魚大肉的 沒事的 他身體看得很好 有些人是吃得很寡的 吃得很素的 他就覺得好 如果你要吃大魚大肉 他吃了之後身體會很差 很不舒服 很明顯 我們個人的體質 我剛才所說的 Constitution 是很不同的 我們能夠適應 需要吃的手的方法是很不同的 簡單來說 有些人吃素是好的 對身體是好的 我們不是說人道的因素 也不是說宗教的原因 有些人的體質是適合的 但也有些人的體質是未必適合的 他可能吃得素長的食素 或者吃得很生冷的食物 他身體其實是弱了 是差了 可以這樣說 在西方的醫療裏面 有說 One man's food is another man's poison 是的 聽說 One man's food is another man's poison 有些人對你的體質是對的 但對別人是一種毒藥 在我們的醫療裏面 我們有很多這方面的工具 包括我們用了一本很詳細的問卷 這本問卷有幾百條題目 一本書來的 有些病人如果真的有興趣 我就讓他用這本書的問卷 去做這個調查問卷 最後他會知道他自己的體質 他的身體的身份代謝 是屬於哪個類型的 找到他適當他自己的飲食 他的健康更加會好 明白 其實醫生 我又想知道多少少 剛才提及到情緒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去令到這個自然療法有效 其實這個情緒和心態 和身體的健康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我曾經都說 如果要問什麼導致人病 其實最主要是壓力 當然是情意結的壓力 你的思考 你的情緒 是影響我們身體很厲害的 包括我曾經說 德國那位醫生 自己的經驗 根本大部分癌症病人 都有這樣的情緒 創傷的經歷 這個叫做Mind Body 這個叫做Mind Body 那在我的醫療裡面 我自己的經驗 很多時候 很多長期的慢性病 背後 很多時候 都有這樣的情緒結 幸好我們有些工具 是可以解這個結的 那就是同類療法 那待會我會稍微簡單介紹 是同類療法 我用同類療法的藥 是可以解這些情緒結的 那很多時候的病人 很多地方看過 中醫、西醫 什麼方法都試過 結果都不行 那我都是用一種 用一種 醫療的工具 是可以解了 他的心態 他的思考 和他的情緒結 那效果很好 那當然 我們有時的人 會用一些輔導 心理輔導 但是始終在外國的研究 發現很多心理輔導 那個成效不是那麼高的 可能輔導了兩三年 可能5%的人有幫助 最近有很多工具 就用那些點閱的方法 拍打 你想到一個情境 接著你就拍打 你身體某些軟位 這個叫做 Thought Field Therapy Thought就是思路 思路 那個磁場的思路 那來到幾圖 你都調理它 那有些人 用一種叫做 Lay on the Pen 用手的磁場 來清理身體磁場 那這些跟我們那個 能量方面 是很大關係的 真的不簡單 那另外醫生 其實如果是這樣說 物理治療 其實是否自然療法的其中一種呢 當然自然醫療裡面 是用一種天然的物質 那我用水 水是一種 我用水的溫度 用水的儲 就是儲營的能力 發揮熱量的能力 那我亦都用很多 就是那個 用那些 譬如用電磁場的治療 電的治療 那這些在自然醫療用的那個境界 就不是一般我們馬里治療師 裡面用的那些 就是幫你處理痛症 我們直接用這種的工具 一種能量的工具 是很深入去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這個簡單來說 我們叫做物質的醫療 Physical Medicine 不是一般人以為 認識的所謂 用那個物理治療 那麼簡單 用熱 用超音波 那層面其實是廣泛很多的 余醫生 剛才我聽到 你提及到那個銅類治療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以我所知 其實它是一種 英國皇室用的一種醫療方法 是的 銅類療法 雖然很多人從來都未聽過 但銅類療法是屬於全世界第三大醫療 全世界有5億人口用銅類療法 現在暫時在全世界有75個國家 是有正式政府認可的銅類療法 註冊醫生存在 那銅類療法的起源 就在德國 德國有一位叫做 大概230年前 有一位叫做 Dr. Samuel Honeyman Honeyman醫生 他是一位西醫 也是一位藥制師 他也是一位天才 有認識七國議員的一位學者 當時你也知道 流行的醫療是用一些放血 吸血蟲 用一些水銀 來毒害那些人 令到那些人嘔吐 當然 這種醫療方法 在Honeyman的經驗 發現不單醫不好的人 是害人的 於是他覺得 我不忍心 用這些方法去治病 他就放棄了 他不做醫生 但他有很大的家庭 好像七個子女 很大的家庭 他要維新的 於是Honeyman 就在這裏研究 做翻譯 因為很多時候 他是一個語言天才 所以他會把很多不同的醫書 做翻譯 在一個翻譯的過程裏 他就看到一份文獻 就是講一位英國的很出名的教授 叫Professor Cullen 他一篇文章是講 藥疾的治療 為什麽金雞納商可以治療藥質 事實上是可以的 但為什麽呢 他解釋就是 因為金雞納商這種草藥 是有收斂的特性 和味金性的 一個 bitter taste 和一個 estranging quality 哈尼曼自己也是一個藥劑師 所以他很了解 藥物的特徵 他說其實很多藥都有這種性質 當然不見可以治療藥質 他覺得這個解釋是不詳盡 不正確的 企圖和Professor Cullen溝通 始終Professor Cullen是一個很出名的教授 哈尼曼當時是一個值得無名的德國醫生 所以沒有理過他 哈尼曼於是乎 他就開始自己試藥 他就把金雞納商自己開始吃 他好人一個 吃掉藥 吃完藥後發現身體尖寒煎凍 那個人出汗 還有怕 即是他人很虛缺 那種出現了 那種症狀呢 就好像金雞 好像malaria 藥質病的症狀 他停了之後 他這種尖寒煎凍 發燒 就停止了 他吃了藥 那種病徵又出現了 那似乎他領略得到一個醫療的道理 就說 為什麼一種物質能夠醫病呢 因為這種物質 是給一個健康的人裏面 可以令到這個健康的人 是出現這種病徵 那這個就叫做用藥的原則 其實全世界沒有一種醫療 是有一種這樣的醫療的定律 即是很清晰 一個定律 是一個全世界最科學的醫療 是同類療法的醫療 那麼他就 由這個的開始 他領悟到 其實很多藥 是應該去這樣研究的 那叫做同類相治 為什麼一種物質能夠醫病呢 因為這種物質 是在一個健康的人身上 是製造一種病徵 那麼一個病人有相治的病徵 就可以用這種的方法去醫病 那麼當然了 除了同類療法 草藥 中草藥 西草藥 針灸 現在在外國的學校裡面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學中醫的理論 中醫的醫療手法 那麼在我們的診所 那時候呢 就是用那個洗碗腸水療 有些是植物注射那些維他命C 那麼最近有個新資料 有一個病者在紐西蘭 用很少的維他命C 令他在流感那裏 是好回來的 那人已經死了 那麼結果用25mg維他命C 救他回來 那麼其實呢 是很多很多很好的醫療方法 我們的節目將來呢 會和大家呢 是不斷地探討 讓你了解到呢 其實呢 這個地球上呢 有很多是非常之有效 安全的工具 那仁醫生啊 其實剛才都聽了很多 很有趣的題目 其實下一集 會不會有少少預告給我們呢 雖然呢 我們都講了成兩個小時 這個課題呢 是有關什麼叫自然醫療 已經講了兩個小時 其實還有很多方面的資料 我認為都很重要的 那麼我們下一集 我們會講一下 就是我們有什麼解決方法呢 可以令到我們那個 就是一般人呢 有機會呢 是享受到一些更加好的 更加有效的醫療方法 那麼還有目前呢 有些什麼的掣肘 有些什麼危機呢 自然醫療 會不會是很容易被人打壓下去呢 那麼我們有些什麼可以做得呢 那麼跟著呢 為什麼一般人呢 是對醫療方面的認識 就是有很多錯誤的觀點 我們叫做十大迷思 的myth 那麼我們到時呢 我們就會跟大家一一分享 這十大迷思是什麼呢 很有興趣 那麼收聽的聽眾呢 記得留意我們下一集的重點 那麼好多謝袁衍生 再次多謝你 還有多謝是聽中的聽眾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啦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你聽的是願網台 我是不能說的真相 主持 鍾元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首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傳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